台北兼公司在各街站设有钥匙加质器 去年2月发现部分站体加质器 逐渐大量的50元瑕疵币 由于案情特殊且数量庞大 捷运公司随即通报捷迷他队能侦办 经本队清查加质器看稿记录及暂停的建设议影像 锁定犯行于去年3月9日 在捷运驾驶罪站加质器前 来查到蔡庆涉嫌人 所以代反驻地人来历经案情 来查这个蔡庆涉嫌人 地底也以类似相同说法 在捷运站加质后退费 总计蔡庆两兄弟金手辖子币 共有5,148年 总计金额达21万年 经送交中央照币长进行检验 发现会照币有33年 存在于113.4月14日 依射刑大清行使贵账货币罪 民众可以来侦办 捷运呼吁民众无欲以示有 列币应送请这个金融机构来结束电信 切勿随意世界上各式投币 募款或出机来兑换币超以免出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